今天我们做一个高端的红烧牛肉面 我们今天加了点辣白菜再加了点青菜 我们开始整了 先起火 少浇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肥一点的这个牛肉炒一下 把油炒出来 这样更健康一点哦 这个牛肉是我自己拿那个切肉机切的 所以说这个比较薄一点 这个牛肥油已经炒出来一些了 我们现在加辣白菜 一边炒一边翻 这个锅选错了 我们应该选择不断锅 这个锅虽然用得久 但是已经得行应手了 没办法 我们现在已经炒香了 这个满个房间都是香香的辣白菜的味道 超级香 现在我们可以加水了 加水 哇哦 我们烧开的水放里边 不省时间了 面煮开 来我们放牛肉 这个牛肉没有太坏 所以说一定要均匀的放上 可以了 我们现在关火 看一下朋友们是不是很有食欲 这个是我自今以来吃过最奢华最高端的方便面 好好好 这个牛肉是买的进口牛肉 其实新加坡这边的话 所有的东西多半吧 基本都是进口的 我们尝一下 咋样 因为我们这个辣白菜里边本来就有咸袋了 所以说我们里边方便面的料只放了一部分 够打够打 超级棒 好吃 真好吃的 这个味道确实很香 太美味了 这个牛肉真的很嫩 超级嫩 这个味道太香太香了 真的好美味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辣白菜 已经做了有一个月了 这个味道已经超级超级的棒了 很正宗了 这个牛肉也确实很不错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 或者是在那个私企店里边买一些 让它给清好的 其实是超薄的 放里面超级超级好吃 真的很不错 超级感美 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评论点赞哦 朋友们拜拜 拜拜